这两天这个 胖东来的这个8月的报告活了 他的员工和顾客争执 顾客和员工争执 员工和顾客争执应该是 让顾客活了5000块钱的委屈奖 然后他的8月报告 非常详细的描写了这个冲突的过程 让相关的管理人员降机三级 让客户得到了500块钱的服务投诉奖 并向顾客致歉 然后他的员工 结果被客户指责 也受到了伤害 因为客户你应该是通过正规渠道来委屈 你不应该指责我的员工 所以员工人格尊严 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结果胖东来给他5000块钱的精神奖励 我认为做得非常好 所以很多网友也说非常好 都特喜欢这样的公司 尊重客户 不贬低员工 这背后其实都是一个逻辑 我们太多的为什么喜欢判农来 他就一个是善待客户 善待员工 我想说的第一个事 各位我们一定要知道 企业家 资本家 没各位想象那么坏 有太多的人搞不明白 非要达到资本家 这样的资本家多的 他好呢 这样的资本家是多了 是少了 这片土地上 各位想明白不就知道了吗 所以这种真正是做到了企业 本来该有的样子 是我们商业的典范 我们该向他学习 你比如他开社区超市 他可能会扰民 他就把社区周边的水费都包了 做补偿 去年前年河南发大水 大白菜涨到十块钱一 他按进价 一九毛九 把他给卖了 所以这些做的都很好 其实背后 他在我们在反思 一个企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一再说的 照顾好客户 照顾好员工 因为你的存在 让这个社区变得更美好 他就做到了这一地 所以他也不发展多大 也不开连锁店 也不参加什么排名 对吧 也不做世界五百强 也不当什么代表 也不当什么委员 这真正的做企业 而且是他为了把这个社区变好 这种影响变得更加扩大 他是免费让太多的人过来学习 包括周边的企业 周边的同行 随便可以过来学习 当然有机会 我也可以带你们去学习 所以我认为这是做的对 这样的企业 在我们的身边是太少了 这样的资本家也太少了 我希望更多的 它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但是背后 我还想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其实它就是大刀之间 回归了商业的本质 刚才说过 它不求强 不求大 不求赚多少钱 它的最后的一个逻辑 这个胖东来直接说的 它培养健全的人格 成就阳光个性的生命 其实就是我一再说的 尊重每一个个体 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尊业 就是回到个体 你看它的企业会这么想 培养健全的人格 成就阳光个性的生命 就这点事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怎么做呢 各位还是管理啊 它的桌页 标准化的桌页手册 有八万多页 就是员工按标准做就行了 即便是客户投诉了 怎么处理 员工被客户骂了 怎么处理 它都有的 它都有标准 没有标准 它这个处理不了的 没有标准 它怎么这么快 写八页的报告呢 是吧 所以就在这个基础上 它管理做得好 然后它效率高 效率高不就赚钱吗 赚钱的员工不就分得多吗 对吧 分得多员工心里不就踏实吗 就愿意再来干吗 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 正向的循环 它背后其实就是一个逻辑 认真做事 善待员工 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还是给大家重新普及一下管理 还借用德罗克老先生的几句话 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效率 提高人的效率 提高管理的效率 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管理的本质 就是激发和释放人性的善意 和人的潜能 你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提高 对吧 你靠强制 靠压迫 靠威胁 效率提不高 然后延伸出来的一个副标题 就是管理要使生命有意义 你比如让他释放出来的善意 激发了他的潜能 成就了员工 那生命肯定有意义 所以背后呢 再多说一点 就是既然是管理是激发 每一个人的潜力 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 那我们就要做到 对别人有同理心 拿员工当人 拿客户当人 改善工作环境 改变工作环境 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 你怎么有改善环境 改变环境 让每一个人工作有标准 你别弄领导天天发号施令 对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个人潜力潜能都能释放 那做什么有标准 包括连投诉都有标准 他这是 他不就好办吗 对吧 有标准不就有法可疑吗 你当有法可疑的时候 上面的领导 不就不拿鸡毛当零件 发号施令 他不就有意义吗 各位 是吧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一个事